大家就说动若脱套正如柱子 这个大家经常听到的 我今天就用这两句说话来形容一下中国的中上级的有钱人 什么事啊 原来现在疫情国内说过了 开放了那些 放开了很多管制 出境等等 管制了 放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 过去一段长时间三年以来 有很多国内有钱的人正如柱子 很安静的 没事的 突然间开放 个个都变了动若脱套 为什么要走啊 因为你平时出去有难 你有什么动向 大家都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你突然间有个吸引眼球的动向 官方的眼睛盯着你 你看马云 是吧 你去到哪里大家盯着你 好了 现在这个情况 有钱人过去正如柱子 你现在动若脱套这个趋势 刚刚就在过年之后 或者过年前没多久 就开放了那个防疫措施之后 发现了很多现象 这些现象呢 有数据来看的 那当然 我只能够说这个是其中一种现象 不能够说 这个就是绝对单一的现象 就是中国有一些中上的人士呢 是恐着东南非 自己和钱走啦 好了 要引述一些具体的研究 那当然也有人研究了 不是这样 有很多钱走进来的 我稍后都会说的 那先说一下法国外贸银行 一个亚太部门的首席执行官 这个埃雷罗 这些名字大家不要紧 但是最重要是他的研究 他的研究呢 某个程度上也都是代表一批人的研究的 他不是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专业银行 那说起来呢 各样东西都是讲钱 讲实在实利的 好了 那他的研究是怎样呢 他就说 经过了这三年 这三年里面呢 你说人又不可以那么自由流通 那贸易你又基本上呢 很多都停了 那经过了这三年之后 突然开放呢 他们的调查 还有呢 就是有数估计得到 因为为什么呢 向他们咨询的 或者向其他业内人士咨询 那些钱怎么走的 那慢慢慢慢就算到的嘛 那你的家底是多少 你想调多少钱走 那这个内行的人呢 一算就算到 他们算到 估计而已 当然 他们说现在中国大概有1500 1500亿美金 是很可能会慢慢向海外流走的 1500亿美金通过各种方法 有些人说 我即使给你春节出去旅行 你都不带很多的 是吧 那有些人说 你即使出去做生意 那你都不是带着这些钱 拿着红白蓝交代 那就走的嘛 你都是透过很多的金融体系 又有很多阻制卡住你的 那所以另外一个论调呢 就说 即使开放了 你想走钱也不容易的 你看香港很多的 在国内投资的人士 或者海外的 在大陆投资的人士 拿外汇走呢 还要排队的 还要申请的 是吧 那但是按照他们现在这个呢 就说这班人有能力 又有那么多钱 又有办法走的 包括走不回来的 那他们业内的调查呢 一千五百块美金 那无论是准不准 真是假 还是在那里做势 我只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参考 你们看到一个趋势的 趋势就是说 有钱的放在大陆 即使是大陆人 那信心怎样呢 我不是说没有信心的 而是说信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很现实 官方你都要注意的 你不要说我就是这样抹黑 不是的 反过来你可以说我真是为你好 我提醒你的 是吧 好了 看了这个之后呢 那跟着他们同样的调查就发觉高产值 和高政值 两个概念来的 高产值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呢 可能你的权力 你主理那间公司 你是执行官等等 你的权力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产值 另外高政值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有的权料 以至你自己 你说有很多你说要交税啊 或者你的不动产啊 你那些有时候很难计 你走不了的 那么现在高政值的人士 这一批有钱人离开呢 又有另外一个调查数据 这个就是Henry & Partners 又是一间外资的研究公司 它就做了一个投资移民咨询 全球数据的情报的数据 这个情报大家不要以为 哇搞什么特务啊间调 不是 情报这两个字在国内呢 就叫做资料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国内很多地方 如果报馆啊等等 那个资料室呢 它写着情报室的 那这个就是沿袭下来的那个预念 其实就是information 不是intelligence 千万不要搞乱啊 好了 按照它这个数据情报 是讲中国那些有钱人 怎样离开中国 好了 它举了一个数据 在2022年 2022年呢 那个防疫措施未放开的 记住啊 到年底才放开的 那就发觉 这个的咨询移民 就是离开中国 那个数字 去年是有10800人 在大陆里面 未走出去的 是咨询 喂 我怎样可以走啊 那这个呢 是从2019年 就是疫情 年底爆发了 疫情以来的 咨询移民最多的一年 那你说咨询而已 没走的 那这样 各有各解读 咨询 哎呀 外国不够中国 好啊 我留在这里 都有可能的 是吧 所以我这个呢 只是引述它的数字 2022年是咨询移民离开中国 三年来里面最多的一年 答案 还有一点 值得参考的 这个数字 仅次于俄罗斯 俄罗斯要求走的咨询 走的有钱佬 有很多的 中国呢 仅次于俄罗斯 那如果是以2022年来计数呢 又比以前增加一倍 那这些呢 大家是可以做这个参考的数字 对不对 好了 看到这里这样的情况呢 大家就说 这些都是外国做势 因为他们做生意 有很多呢 那个投资移民等等呢 他们中间呢 是会收取费用 是他们做出来的 好了 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可能如果中国有钱的人 他要走 或者不走 那他的钱 要是放在银行 要是呢 都拿来投资的嘛 而刚刚去年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讲2023年那个经济呢 就说两大推动机器 一个就是房地产 一个就是内需 内部需求 又继续刺激人 买东西 我不用跟你外国做生意 你外国制裁我 我同样可以靠自己围炉取暖 不会饿死的 那这个就体现到去年的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里面的精神 好了 同样是沿着这两个思路去想 跟着我们去看一下中国有钱人 所谓有钱人买得起楼那些 或者炒得起楼 现在说炒楼不是犯法的了 好了 刚刚有一个数字 就是在2021年里面 开始中国的这个买家 海外买楼的咨询量呢 咨询量2021 不是在中国买楼啊 不是在中国买楼啊 那这个呢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演绎 有些人就说 哎呀这个中国财富走向世界 好事这样 那 等于中国一带一路 你走去世界 投资了很多 最近有些提霸有新闻来的 中国支持兴建的那些提霸 就是因为你钱 去不了了 你变成烂尾工程 那些提霸现在出现裂缝了 快来倒了 那这些来说呢 是题外话了 总之呢 有成功的个案 也都有失败的 憑于这个停顿的 这些个案都有 那我说回正话呢 就是中国人在海外买楼的咨询 去年呢 又增加了 因为去年已经有声气 放开那个资产 那个出入口或者疫情的管理 所以国内的人是早着先机的 是吧 他不会像我们香港这边 或者港府有时候都 是后来通知你 你就会听到 哦原来这样啊 但是人家国内呢 就已经是早着先机了 这些真是 好了 看见这样的时候呢 大家就说 咦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国内 现在提出共同富裕 你一说共同富裕呢 大家就担心共你的产的了 是吧 那这个呢 你说不是 没有动力呢 民间中下阶层 现在移动的是大财团 而且他们自愿的 不是强迫的 那这个就是官方的解释 我也说了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又体现到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呢 不在中国的 在海外的西方的发达国家 是什么呢 是突然间 新兴了很多 咨询 移民公司 就是移民里尼 过去都有了 但是现在 以美国为例 美国这类公司 刚刚去年呢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个百分之二十三 啊 二十三 多还是少 反正四分一 你说多还是少 那跟着呢 他们这些公司里面呢 现在大请普通话的人士 啊 所以呢 去了美国那些 如果你懂普通话呢 你都可以 就是 在这里看看有没有机会了 那我经常说这些来说呢 大家可以说个别现象而已 那我都说个别现象 我们就当个别现象就看了 但是你有些政策性的东西呢 你是处于一个两难的阶段 好了 我立刻就找回官方的一个 一个公开的政策 是什么呢 就是 宣布中国是取消了 外贸备案手组 所谓外贸备案手组就是说 哇 他怕你的钱走啊 那你说 我跟哪里做好生意了 有些什么来投资啊 我去哪里投资啊 他怕你的钱 投资了出去 可能打笼通的 你说 亏了啊 你自己不回来的 可能你亏了之后呢 有人帮你接了 然后呢 经过一段时候 没有人夹杀了 可能分回百分之几给你的 百分之几十之类的 不知道了 那这个呢 是历来都有的做法 那所以呢 过去这个外贸有个备案手组 现在宣布取消 大家你想想 那就是说 中国的企业 他没有说明 是国有 还是民间企业 总之就是中国企业 是自动拥有了进出口权啊 那从好的角度就说 那现在解封了 你们可以鼓励外贸 那这样 那中国经济 现在就一定要谷外贸的嘛 是吧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是好的啊 但是 如果信心不足 以至信心动摇 以至没有信心的话 哇 开放啊 那你说 他们是不是回散这个机会 照板煮碗而已嘛 以前用这样的方法走钱 现在是大条道理了 那当然了 我都说了 不一定是绝对的 那为什么呢 我在这段时候我发觉 外资进入中国的股票市场呢 在这段时间 春节前啦 有 有 今年都一月啦 现在都一月底啦 那刚刚呢 就 大家看到一些现象 外资进入中国的A股 喂 那些钱就多了啊 老实说 从这个角度 中国就不断解释 你啊 外资对中国也有信心的 那我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 可以首先看 就是说 外资进入中国去买股票的肯定就不是一般外国老百姓 是吧 因为他们炒不到A股的嘛 外外商的公司企业来炒A股呢 它中间有一个份额的 所以这个增加呢 是 因为事实是增加 但是 不说明什么 因为他们那些资金 可以投入来 股票可以随时走的嘛 是吧 但是呢 作为充喜作用 不怕 而他们呢 也都是作为一个赚钱 他看得准不准的意思 是吧 所以呢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 官方可以解读 啊 外资仍然对中国市场有信心的 这样啊 好了 另外一个 的角度 就是说 如果你想股市啊 楼市啊 高翻 你又要讲国内自己人的消费 所以中国人的储蓄量呢 都是一个参考指标来的啊 好了 忽然间又拿到一个数字 就是中国人的家庭储蓄 就是以家庭计数的 不是指企业的啊 那中国人家庭银行存款呢 在去年忽然间又增加了18万亿人民币 这个是人民币来的啊 那你说究竟多还是少呢 那总之这个其实说明了一件事 中国人有钱呢 都要看定些 如何花 就不是说 你一鼓励消费啊 买楼啊 你一鼓励过去买股票啊 就立刻扔这些钱出来啊 另外把这些钱放回自己 银行户口啊 那所以 为什么这个家庭银行存款 是增加18万亿那么多呢 人民币啊 那种种的数据里面呢 不讲得太复杂 就是 反映了几样东西 就是信心 就是老百姓也好 外资也好 对中国官方所控制的企业和经济 那个运作的机器 有没有信心 有的你就来 没有的你就走 所以我这里没有结论的 但是 反映了出来来说 信心是有问题的 好了 那接着看到的就是 官方 推动经济 它有一整盘的计划 但是是不是好像以前 那么得心应手呢 顺风顺水呢 以前人民日报登一篇文章 哇股市一定发的 不会输的 那些人就扔掉了钱去买股票 是国家股来的嘛 那结果 又是输 是吧 那又说 扔钱去买房 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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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行 真是当时的人 是扔掉了钱去的 哦 结果后来 哇太热了 不行了 所以要行扣令了 一个人买一间 你要买第二间 麻烦你用家人的名字 结果 刚刚出生的BB 都可以买房 是吧 有个名额 所以我经常说 中国的经济 如果你是靠一个政策市 来做呢 就永远是符合不到的经济规律的 那现在呢 某个程度上 你就看到后遗症的负面效果出来了 那但是 你又有没有一个新的方法来处理呢 我们大家都提很多意见的 我那些就垃圾了 那些人觉得 那也有很多内行的专家 金融界人士提过很多的 那究竟现在的效果如何呢 就只能够以观后效了 是吧 那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你有钱的 你可以用合法的渠道 你自己想 没有钱的 你就不用想 你都没有钱了 你的钱 留回自己 是应付不时之需 是吧 所以 去到这里 只能够讲 第一 健康才是真正财富 第二 安全自由 就给你邀前万贯 突然间官方一下 你太有钱了 麻烦你帮一下我 那反而呢 是前者 是更健康 后者 是更担心 那就各自选择了 是不是 好了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